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们就是内容的话其实都会就会录音 然后之后可能会上YouTube跟Podcast 就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OK 好 那很高兴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小剧就邀请到Peter律师 然后主要要聊的主题就是AI民主化 对虽然我有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觉得还是不是很懂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想先请Peter律师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是AI民主化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它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OK 不好意思 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目前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律师 就是我目前是考到执照 所以其实也有律师的担任律师是个资格 不过因为目前还没有受训的关系 所以目前只称的话算是一个研究助理 就是负责在研究AI的方式 然后之前有看过很多跟AI民主化相关的文献 然后还有看到各国在 至少在管理上AI上的一些尝试 那AI民主化 其实它这个词有点广 不过如果聚焦一点讲话 其实就是我们要如何把人的价值 带入到人工智慧里面 目前所有的人工智慧的开发 原则上来讲都还是以非常技术导向 然后功能导向的为主 其实大家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都不会去考量到AI对于整个产业 或是对于一些利害关系人所带来的憧憬 当然AI的开发 当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 AI其实它目前的发展上来说 虽然它的确可以产生非常多 跟我们目前的工作流程 或者是既有的工作思想相关的内容 但是其实它会带来的冲击也是一定有的 那包含这些冲击就包含了 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 包含整个对于个人的冲击 包含了对于个人的信息吸收上的冲击 甚至是包含对于国家国安体制的冲击等等 那我们在研发AI 或者是在应用AI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说AI的科技 它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对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这其实就是人工智慧民主化 它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其中一个方法 就会是用人工智慧民主化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了解了解 所以我的理解就其实好像很像是 比如说网际网路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我们在接触一个很新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会对我们接下来的生活 有比较大的影响 然后它的变动其实也很快 那我们其实就会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技术走在很前面 然后开发很快 但是没办法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法律 或者是一些东西都跟不上 其实到现在其实都才慢慢开始完善 然后现在AI其实又出来了 好像其实因为自己有在接触 所以也有听律师这样讲完 其实也有大概比较了解说 其实这东西真的 会对我们来讲其实后续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前期其实感觉一片混乱 对 没有错 那这个 继续继续 不好意思我想要补充一下 就其实人工智慧民主化的过程 它有 其实应该说 人工智慧民主化最主要的论点 或者说最主要的目前的构想 基本上就是不脱离两大核心 第一大核心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的技术 它必须要有一个human in the loop loop是指回圈的意思 那我们知道loop其实也是大家在学习资讯 或学习程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是你有一个 你在设计程式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设计一个一套的逻辑程序 然后这一套逻辑程序 每一个loop它可能就会对应到的 或是不同的程式的行动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程式来达成一种自动化 而不用靠人力去亲力亲为 那导致说人的工作量就可以不断的被规模化 然后进来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程式 去帮助我们减轻一些我们工作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减轻我们生活上的负担 那这个就是loop的概念 那我们可以想象的事情是 AI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程式 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算法 它里面有涵盖非常大量的loop AI里面的所有的决策 都是在各种的loop当中产生的 那human in the loop 它的概念就是我们呢 人工智慧在做出一些跟人类的权力 至关重要会是会影响到民主制度的时候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最近刚好行政院也推出了 所谓的深层式AI的那个相关的指引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归门的就是 工部门在应用深层式AI的相关的 进行相关的公文书的生成 或者是公事的处理的时候 它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那这其实就是变成是 那其实就会知道说 政府的公权力的形式 它是跟人民的权力 是有至关重要的相关性嘛 譬如说这个东西可以小到说 政府可以你发单这件事情 加到说政府要不要核准你的营业登记 要不要去抽查你们家 要不要去给予你补助 就这种比较物质上的一个分配等等都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果是做这种跟人民的权力 甚至是跟人民的自由等等 非常重要的一些 我们所在意的价值相关的决策的时候 如果只是单靠人工智慧 就做这样自动化的安排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避免说 人工智慧它如果有一天出错了 它影响到的风险 影响到人们的权力的风险 以及它随后所带来的大量的成分 当然有人会说 我们目前人工智慧的精度 可以到99.9% 或者是甚至到更高的 95%以上或更是更高的级度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 政府一天要做成千上万则 不同的决策 那如果人工智慧的精度是95% 就算是99%就好了 那可能终究还是有 几十则到几百则的决策 可能会惨盖有潜藏的错误 跟风险 那这样子潜藏的错误跟风险的几率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还是不难认受的 我们光是罚单 有一些政府的决策错误 我们都可以用到新闻版面上 然后被大家所讨论 然后引爆舆论的 那我们是 我们怎么可能能忍受说 就是政府在利用人工智慧决策的时候 每一天都会产生 至少几十件上百件的 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 human in the loop的概念 那其实 如果观察 对我们最近的例子 就像之前 就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行政院推出的这个生成式 人工智慧参考指引的草案的内容 其实就涵盖了这个部分 包含说公务员 他仍然就要做最终的决策 那这个就是一个human in the loop的概念 那同时他也会 他其实更加重视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在人工智慧出现的年代 更加的去体现人的价值 就对我而言 我觉得自己研究 参加那么多资讯法相关的研究下来 我一直都觉得 不管是演算法还是人工智慧 这些科技的出现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会放大人的优点 也会放大人的缺点 而这些科技的出现 其实并不是为了取代人类 而是为了要让我们提 其实更加提醒了我们 人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的价值 那这其实就 在爱民主化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是在呼吁 甚至是在要求大家 把人工智慧的出现 当作是重视人类价值的一个机会 那同时呢 透过一些制度上的调整 乃至于透过一些机制 甚至是透过一些资讯的工具 来导入人工智慧 来导入就是人的价值 到人工智慧的整个环节里面 包含从人工智慧的开发 从开发还 其实还包含非常多不同的环节 包含模型的训练 资料的收集 然后还有就是模型的测试 然后还有模型的部署 然后模型的应用等等 这个在学界上 已经不单单只是在 全论人工智慧作为一个产品 譬如说像我们目前接触到 人工智慧的经验 不管是Stable Diffusion 甚至是Mit Journey 甚至是Track GPT-4 甚至是Whisper AI 这些全部都是人工智慧的 终端的营养产品 但是其实学界上 对于人工智慧民主化的讨论 其实是更加的完整的 包含到了整个人工智慧的 生态系的过程 所谓的生态系就是包含说 从人工智慧的一开始研发 然后模型开始训练 资料开始收集 然后人工智慧开始做测试 测试之后调整它的参数跟精度 调整完之后又再做下一步的测试 然后测试完成之后 它真正的部署 甚至是放到市场上去做应用 然后在不同的应用情境之下 都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风险 也都会需要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进入这个体系里面 去针对人工智慧的 相关的安全性或风险来进行处理 所以一方面来说 人工智慧的民主化 它除了一方面像我刚刚讲的 积极的面向是 它想要去提升的是 人工智慧的时代下 人的价值是什么 那另外一部分 比较消极的面向 就会是我们要去控管 人工智慧时代来的相关的风险 了解了解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政府有要去规范说 就是希望人可以介入 去做最后的把关 然后确保说我们的内容不会错 那代表说其实政府 其实开始有接受说 我们在执行我们的 比如说公务或者是内容的时候 是可以应用AI的 那可是因为其实AI也会有一些 很多人在讨论就是风险问题 那他们要应用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把一些资料 就是给AI 他才可以帮他处理 那其实这块的话 政府有什么样的就是审核吗 因为其实在公家单位 他们比如说他们自己拿来做 或拿来用拿来处理 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一些审核 机制或办法 就是我知道有些公司 可能大公司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网誉 但是一般的有些小型点的政府单位 好像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 但是他们其实能够获取的资料 也能到很机密 因为像我以前是替代艺 我那时候是在执行署 那其实可以知道 我们那时候能够 就是会协助一些事物 那其实知道说 其实会接触到一些 比如说个资或什么的 那其实这块如果 政府其实开放 希望大家去用AI 那他们去怎么去控管这个界限 就是或者是说 他们怎么预防说 会不会有人可能 把这些东西资料去丢给一些AI 甚至是AI有的安全 可能有的不安全 这体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这又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除了厉害关系人的参与 跟参与决策之外 人工社的民主化还有另外一个点 是民主化 如果单单只是投票决定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政治的实质的 民主化的另外一个要素 是要保障人的权利 那如果在AI时代下的话 人的成立比较重要的 就会是使用资料的权利 那这个部分其实有蛮多可以谈的 那我首先先从政府内部的资料控管开始 台湾至少是我在研究团队里面 我们最常去研究甚至去批判的一点 就是台湾的政府对于个人资料的管控 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虽然政府机关对外宣称都会说 我们的个资法规 其实相较于其他国家非常的完善 甚至是可以比拟所谓的欧盟的GDPR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状况 因为事实上来讲 随着GDPR正式施行 欧盟整个世界上很多的其他的国家 都已经针对个人资料去设置一个 专门的个资保护机关 然后把资料当作是一个财产 甚至不是财产 就是把资料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来看待 然后并且进行管理 那这个看待跟管理包含了 对于人民而言就是隐私权利的保障 那对于政府而言的话 就会是政府间的资料如何开放 然后让民间来利用 或者是如何连接不同资料的连结 如果以正又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境来讲 可能就是接政府标案的 最近也讨论到的一个议题是 接政府标案的时候 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标案会要求你说 你这个标案提出去之后 你必须要去证明说 你这个东西的标案的内容 不能够跟其他目前部会 其他部会当中的标案是有类似的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要避免抄袭 或者是避免一些坚守制造的情况产生 或者是要防疫的一个作用 但是事实上 现在港湾的政府并没有提供 就是这些要去接标案的厂商 一个非常完善的资料库 让大家可以整合性的去查说 目前既有的标案当中 有哪一些是跟我的内容有详尽的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合格的一个状况 因为照理来说 面对AI时代的到来 资料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资料 其实是不管是训练AI的模型 甚至是测试AI的模型 以至于就是为给AI模型 让它生成结果当中 都是非常关键的资源 但是台湾政府在管理 就是台湾政府在管理资料这方面来讲 就是公布我们内部的资料 在流通性这一点 这样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状况 如果是在各自保护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情况 我们常知道就是 其实之前的护证资料的外洩案 大家应该也都有 从各种各样的媒体来听到这个消息 那同时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 其实后来有跟护证机关的人聊过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无奈 因为护证机关其实是一个二级级 它其实并不是 护证单位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一级单位 但是护证机关是一个国家资料的枢纽的地方 因为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个人资料 基本上都是跟护证资料连接在一起的 它会连接到你的医疗用的资料 它会连接到你的金融上的资料 而且更别说医疗上的资料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各自法上算是所谓的敏感性个人资料 它是你非常 如果以财产的角度来看的话 一般的相关的资料可能只是普通的货币 但是你的敏感性个人资料 医疗身份那些东西的资讯 可能就是像珠宝一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 所以其实台湾的政府目前来讲 它虽然在生成式AI的指引当中 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的生成式AI的指引 在应用上来讲 不能够去应用到相关的资料 或者说要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 对于个人资料保护的官官的规定 但事实上来讲 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顺利的 因为你目前的规范 就是一个不完善的规范 然后更何况我们目前的资料保护的模式 又不是采取比较理想的 所谓的有一个专则专业的一个机关 来保护的一个模式 而是散落在各个机关 而且各个机关之中 可能也没有 你可以想象说 就是目前的公务员 可能他们考考考国考进去的 他们没有在学个人资料保护法吗 没有 可是他们要负责经手的是大量的 我们去申办 不管是企业 还是自然人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他们是要负责管理的 所以这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专业上的落差 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弥补 甚至非常需要透过法制化的改革 甚至是系统上的改革来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回到我们的目前的使用AI的角度上来说 另外一个问题就会是 目前我们台湾所使用的深层式AI的工具跟模型 多半而言都是从国外的大型公司进来的模型 不管是ChairGPT4 或者是ChairGPT哪一个 不管哪一个版本 或者是脸书Meta 它算是开源的 但某种上来讲 它还是脸书所开发的一个模型 或者是微软的Bard 其实这些 或者是Google的 Google的想法 AI的相关的模型 其实某种上来讲 我们所使用的模型都是国外的模型 而且当我们输入资料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去检视他们的个人资料保护政策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其实他们也是在利用我们所输入的inputs 我们所输入的prompts 在训练他们的AI 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 它就暴露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单位 如果我们在使用深层式AI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在把相关的资料输送到 这些国外的大型模型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台湾的资安 或对我们台湾的资料治理来说 是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那如果要避免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如果要避免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要求说 这些大型模型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需要遵守更多更严格的规范 譬如说他们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prompt的内容 或者是不能够使用相关的内容 或者他们要把这个model直接开源出来 让我们可以自己去fork一个自己的model 那我们fork自己的model之后 就不太会有资料外写的疑虑 因为可能自己就可以掌握了这个model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资料也是在我们这个model的地方里面 那据我所知目前台湾 国科会那边是有台德计划 所谓的台德就是台湾自己的AI的语言模型系统 PAI第一 那这个台德计划 其实上国科会最近也在严密所谓的政府机关使用 海德的一个就是证告 但是事实上来讲台德计划的不管是整体的运算的规模 还是它的模型的精准度而言 可能都还没有办法比得上 那个这些目前市面上已经受到非常市场考验 非常成熟的市场考验的 GVTR BAR等等这些产品 所以要怎么样去运用 以及它运用的成效如何有待观察 那以上几点重新整理 因为有点长 所以重新整理一下 第一个台湾政府内部的资料流通 还有资料管理的 目前的法治 还有整个系统 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第二个 我们目前所使用的AI模型 基本上都是从国外的 它的不管是商业经历 还是它的整体的AI的 必要的利用状况 其实都是掌握在国外的大公司手里 这个其实也是 目前在资讯治理上来讲 遇到最棘手的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仰来这些大型公司 但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民主制度 只允许我们对于政府进行究责 但是当我们要把这些政府的服务 或者是我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越来越依靠这些大型的商业公司 所提供的预言模型的时候 或AI模型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并没有办法 通过我们自有的民主制度 最大的究责 但这个也是能够 自对民主化 希望去解决的一种问题 了解了 感觉 听起来是觉得说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隐私资料 或者是 可能比较私密的资料 我觉得好像还是必须要等到 有可能自己的系统 或者是更安全的选择之后 可能再去使用会比较好 但是可能比如说一部分的 比如说比较跟私密不相关的一些 可能日常的一些处理 或者是工作 可能还是可以用一些现成的AI 但是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也许就是 使用者 就是可能公家单位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会 工作人员可能会需要知道说 怎么样去区分 然后或者是说哪些东西可能可以交由 可能现在市面上的AI 哪些东西可能还是先用传统的方法来去做 可能会是比较理想的吗 短时间来看 对应该是说这部分 如果以短时间来看的话 当然短时间来看最主要的一个 可能最急迫性的一个部分 就是从资料下手 就是透过资料的相关的法规的修订 然后来避免相关的权力持续的 受到潜在的风险 那当然另外一块 可能就是针对的是人工智慧系统 那人工智慧系统这一块 我本来算是 我自己会觉得 我本来算是比较友善的 那可能这个友善 其实某种上帝也带有现实上的考量 是因为他们在全世界各地 都因为他们所推出的服务 而面临到了大量的法律诉讼 那也一直他们也需要去把 人工智慧民主化当作是某一种 在法尊或者是 所以也就是法尊或法尊循 这样子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行动 那至少对我而言会觉得说 他们在这一块算是蛮积极的 那这一块能够做到的事情 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让人类进入决策 AI的决策回圈以外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讨论的 就会是利害关系人的问题 就是AI的模型退出来之后 它可能会影响到的利害关系人是什么 那最直觉的 像从刚刚的资料的角度出发的话 最直觉的就是 那这些资料的使用者 他们能不能够获得相对应的报酬 或者是因为人工智慧的训练 然后他所带来的利益 他能够获得相对应的报酬 最简单的一些例子包含了 像最近很有名的就是 Open AI 或者是 在Me Journey或是Stability 就是这些图片生成的图片模型 AI模型 其实都有被质疑说 你们是不是有拿某一些艺术家的图片 拿某一些艺术家 受到著作权保护的图片 然后加以成为他们训练AI的资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们有没有询问过这些艺术家 然后有没有就是 这些艺术家谈成所谓的授权 那当然想到 AI公司对他们而言 他们可能真的就只是在网路上随便抓 因为他们不想要去谈这个授权 对他们来说谈这个授权 非常非常的麻烦 而且它可能会延缓 人工智慧的模型推出的进度 所以对他们的眼线用在说 那之后有正义的话慢慢解决 反正法院真相的赤权 本来就会特别的强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符合他们利益的一个举措 那另外一个 最近可能就也是 这一拜采纲爆出来的 就是Open AI最近采纲 因为有一个人 他去挖了Open AI的 就是相关的资料库 然后发现说 Open AI怎么有用了17万本的书 然后完全没有跟 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去提供 就是他们的相关的授权的费用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Open AI其实是 孟雯在讲是 停牌了将近17万本书的 著作权的内容 然后把它拿去擅持 拿去做狱人模式的训练 其实这件事情 也是会影响到 就是大家对于 人工智慧模式的观感 那也是一样 就是对于这些大型的开发 AI模型的公司而言 取得授权这件事情 虽然他们有非常强的 Fading Power 然后他们甚至也可能会 也负得起这些 就是AI的模型 负得起这些AI的 相关的授权费 但是对他们而言 要取得授权这件事情 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耗费事件的过程 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去 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授权 变成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常态 那其实人工智慧民主化 第一个点就是要去解决说 那这样子利害关系人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让利害关系人 愿意去加入到人工智慧的 研发的流程当中 并且不会因为你这个人工智慧的研发 而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想到就是授权资料 现在其实应该感觉很多的 不管是社群平台或什么 他们就是很多服务 都会有什么使用者 同意跟授权 那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大家其实对这一块 其实应该很少人 甚至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去看 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因为你不同意 你就不能用 那大家目的就是想用 那未来会不会为了 可能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训练 然后大家在取得授权这一块 加入了一些 可能不管是 可能是声音 然后或者是说 可能你的一些各自相关的东西的使用的权限 然后因为你可能按下同意了 然后但是你其实根本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一块 那像是这样 像是这样子的状况来讲 那使用者权益到底怎么样被保障 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是 厂商可能都这样偷偷加入进去的话 那大家可能不会去注意的话 那到底会完全没保障吗 还是其实厂商其实 他有一个基本的 该遵守的 就是获取的权限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其实 我先从最近几个案例来讲起好了 首先是 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新闻 就是论他之前在他的使用者条款里面 突然更新了一部分 就是他会去收集使用者的声音 然后来作为训练 他来做就是收集使用者的声音 然后这个东西 他其实原本在他们的个子保护条款里面 是没有对到这个部分的 然后马上的就被一些眼尖的使用者发现说 你怎么突然变了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必须来找到开发的东西 那想到然而 以一个全世界 在疫情当中窜起 然后这么多人使用 影响力如此庞大的一个会议软体来说 这些他所使用的客户 然后声音 然后这个客户在开会的时候 所传递的讯息 所使用 所发出的声音 这些相关的资源 第一个是论他是有权限可以去取得这样的资源的 第二个是论他也非常想要利用这样的资源 那想当然了 对于很多的平台服务来说都是如此 不管是 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Uber Uber他当初开发这个服务 然后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赔钱的 那接到最后的就是结果就是Uber他其实是想要通过大量的这些行车的数据来作为他开发无人计程车服务的一个资料来源 那或者是像Amazon Amazon长期以来以一个非常就是几乎是赔本的一个方式在贩售或经营他的网路拍卖的事业 那他所换取的暴力 他所他的目标其实一个是独占市场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想要去透过他所收集到这些消费者的资料 让他成为一个市场上最精准的消费者消费购物的推荐者 那让消费者应用在Amazon上消费完之后就在业力量Amazon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些案例并不是先例 只是AI的出现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些资料的运用原来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有利可避 这些资料的运用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有利 那这个东西很像是之前讲到的那个所谓的大数据的概念一样 就是在大数据这个名词或这个相关的科技或服务出现之前 很多的厂家可能他们手上都握有非常庞大的资料 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资料怎么样去运用或管理 所以他们把这些资料奉存起来 但是等到大数据这个科技名词出现 然后大家也开始推出了相对你的服务或者是分析甚至顾问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直接的把他们手上掌握有的资料 就是拿它来作为大数据分析之用 然后也事实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有名的商业的个案 是在就是利用大数据来做数位转型 那事实上这些轨迹其实在AI的时代底下 我们就可以感染到再次的被复制 但你却刚刚的问题就会 正右的下一个问题就会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保障使用者 事实上来讲保障使用者是非常难乱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的传统上来说的 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的模式叫做所谓的in-front consent in-front consent在法律上的意思叫做 告知后同意 告知同意的意思就是我只要告知你 然后知道你让你知道有这些选意之后 那我同意你 那你同意了 那我就可以收集你的东西 那这个在传统上来讲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就跟签订契约的时候差不多嘛 你我都已经讲好了 那同意的话就把这个东西给你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达成一笔交易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告知后同意的机制 越来越不管有原因是因为 其实大家等一下可以问一下在座的听众 其实大家如果在信箱里面收到譬如说Google 或者你其他使用的一些平台服务 它的隐私权或者是使用者条款更新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的人会静下心来打开那封mail 然后仔细地去观察使用者条款的更新 有的时候他甚至不会给你原本的使用者条款是什么 他只会告诉你说 我们更新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你要不要看一下 那么多密码的字 然后那么多复杂的条款 其实并不是每 就算连我这样子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更何况是一般人而言 所以这样子告诉我同意 第一个不足的地方就在于说 他原本的这样子一个机制 其实没有办法应用到现在这样子 非常复杂而且资讯非常爆炸的年代 使用者都没有事情去看看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选择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于说 其实提供服务的厂商握有非常庞大的权利 这个庞大的权利来自于是 他可以直接随时没收掉你的资料 他可以把你的 在这个平台上的数位身份直接没消掉 你只要不同意我的使用证条款 反正现在我就不让你用 我就把你的商号租销掉 或者我就把你资料锁起来 那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带着他的这些东西脱离这个厂家的 以往的概念是 你就算掌握了我的资料 然后我顶多就是我不去你在家商店消费 或者说我不去你这个地方做事情 那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来讲 你还是可以保有你的大量的 不管是你的财产或是你的资料在你的身上 但是现在在往数位化的时代底下 我们没有办法自身保有这么多的财产 我们很多的数位化的 不管是财产或资产 其实拿NFT来讲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其实现在很多的NFT 它也并不是真正的 就是真的是所谓的虚状情况 因为你到最后还是要登录到那个平台上 你才能够自由的交易 或者是透过成本比较低的方式 来获得你去的交易跟赚让的权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其实平台的权利就变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传统的 那这样子的话 就回到最后 战友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用新的设计去搞上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是回归到比较传统 个人资料发布的 最近的一些革新跟讨论的范围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是我们可能会把要求的重点 从告知统一的这个机制 转向为去直接的要求 这些资料的控制者 他们必须要负担起更多的责任 就是default 你要去负担更多的责任 它当作是一个预设 我们就是有点像是 像那个小宝法一样 小宝法的概念就是 产品找出问题的话 生产者必须要先被纠责 就是我们先从生产者可以抓起 然后要生产者去负担这下面的责任 那个人资料保护法以后的趋势 可能会是像这个样子 只要你透支了我的资料 那你就是这些资料 你能用跟不能用的范围 就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那你一旦夸顾了这个范围 就算你没有对我造成实质的损害 或者是就算 或者是有弱的实质的损害的话 我也是先不论你有没有 你的这个范围是不是造成了 就是你跟这个损害到底有没有关系 只要你控制我的资料 那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 大概会是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它会其实会有一些 相关的法治上的调整需要去做到 那这个其实也会包含在 广义的人工智慧民主化的一款 那它为什么会包含在 这个广义的人工智慧民主化的一款呢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因为资讯甚至是资讯的掌握 还有资讯的管理 其实都会是含在隐私权当中的一部分 隐私权不再是以前的 在这个时代 就是AI时代下的隐私权 可能不再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 狗仔队拖牌 这样子或侵犯个人生活领域 这样子的一个隐私权的议题 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隐私权它可能更重要的会是反映在 你能不能够自由的控制你的资料的 流向 还有资料的被取得跟利用的一个状况 大概是这样 了解 那想要再问的就是说 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都主要是 个人的隐私权的部分 就是这些资料可能会怎么被用 或者是要如何保障 那除了隐私权之外 就AI应用可能在不同领域会遇到的一些 可能伦理挑战 那有什么是你觉得可能 除了隐私权之外也比较值得关注的 除了隐私权之外 也比较值得关注的部分吗 您是指说跟AI相关的部分吗 就是因为AI的发展 然后可能在一些不管是法律 或者是说就是相关的议题上 那除了我们可能跟我们个人比较相关 可能就是隐私权 那像是可能比较大跟公司相关的 或者是其他部分的 也有什么样的可能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吗 有一个听他说在AI的发展上来讲 深层是AI在法律的法律圈 或者所谓的权力圈里面 其实还像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议题 因为法律的研究 如果大家 法律的研究一般来说 都大概会有落后科技的发展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深层是AI刚开始封泥的时候 可能要等到半年之后 法律才会真正的去探讨这个议题 那这个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其实很难去体现 因为很多时候 法律的学者会希望去等到这个东西 他真正的尘埃落定 而不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才会开始做受研究 并且开始收集相关的案例 并进行分析 那目前来讲 最在AI领域里面 比较有名的相关的议题 第一个可能会跟 就是最近司法院公布的东西有关 就是司法院最近公布了一个 所谓的判决书自动生成系统 那其实某种来讲就是用生成式AI 我记得司法院根据司法院的说明 是说他们是把他们目前既有的书类系统 就是以前现在法官其实在写判决的时候 不是像各位就是写文章一样 是一个负大 他们只是先去搜寻说 这个案件跟之前我们判过的案件 所有整个法院的资料库 判过的案件当中 有哪些案件是相似的 然后他是把这些立稿拿来作为 他们撰写判决当中的 一个相关的资源 然后用这样子立稿方式去做修改 然后把它调整成符合 本件案件的案情的状况 跟辞职的情况之后 然后再来做相关的判决数的撰写 跟把它完成这份判决数 那他其实是司法院最近公布的 那个AI的系统 其实是透过全GPT2.0 那2.0 所以GPT2 为什么是用2呢 因为2才是开源的 所以他是用2 然后结合这样子的一个 相关的资料系统 去开发了一个自动化的生成系统 那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会被人勾病说 就是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概念 就是通过AI的方式来完成一些法院 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撰写判决数 或者是来帮助去计算 或者是去判断这个犯人的宅判率等等 那这个其实在法律上 已经有产生非常非常多的争议 那只是台湾直到目前为止 该说幸运吗 还是不幸呢 就是目前还没有引入相关的系统 那这个其实是跟大家 可能在生活或者是法律上来讲 比较会接触到的内容 那另外一个可能更加贴近生活中的 就是所谓的求职的部分 事实上美国目前有非常多的软体公司 不管是大型的软体公司 像贾根文 或者是小型的新创工 其实都会提供一个服务 就是所谓的用AI来判断履歷的服务 如果在大公司的人事部门待过的话 就会知道大公司的真材 其实因为大公司 大型科技公司因为福利很好 然后它也会对履歷上很有帮助 所以它每次真材的时候可能都会收到非常大量的履歷 那这些非常大量的履歷 不可能有人是部门的所有的员工 把它分下去 然后一个一个来看 所以现在基本上来讲都会是透过 把这些履歷可能用一个公版 要求大家缴到一个公版格式的履歷 然后这个公版格式的履歷 是所谓的机器可度去 所谓的machine readable的一个格式 那就像是读卡机一样 把它送到那个AI的系统里面去 然后去评分 然后让AI系统来评分 那可能面试官 他不会去亲自看到这些履歷 他可能有一些履歷 就是在AI的审理当中就被塞掉了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法律学者 聚焦在这方面的研究 包含说去研究说 有没有哪些特质 是目前的市面上的几个 AI的履歷审核系统 或履歷评分系统会遇到的 其实上现在就有发现说 其实如果你是白人的应征求职者的话 你在AI或者是你有一些特定的特征 譬如说 你名模名校 或者是成长在中产阶级 或者是富裕阶级的家庭的话 那你就会更容易被AI的 你就会更容易被AI的系统所挑选 那其实事实上 大家argue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其实某种人来讲 就是构成一个对于求职者的歧视 不管是年龄上的歧视 性别上的歧视 种族上的歧视 这些都是 那如果换到台湾的寝静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是 会不会原住民的求职者 他会因为他原住民的背景 而在应征这些大公司的时候 受到AI系统的一些歧视的部分 那这个歧视上的一个部分 就是会需要透过法律来克服的 那我们能不能够利用 目前既有的相关的法律的条文 比如说如果以就业来说的话 会有所谓的就业服务法 里面就会有要求说 求职者不能够对 就是求职者不能够对 就是原住民的或者是对特定特质的朋友 或者是求职的应征者 公司不能够对具有特定特质的应征者 或求职者加以提示 或者是有不公平的对待发生 那可是这个东西 它这个法规 它是硬定在没有AI出现的时代 但是这个东西 它能不能够直接的适用到 在AI时代下出现的一个状况 因为事实上那下一个问题就很明显了 那到底是求职者要去举证说 我被弃势了 还是公司要去举证说 我用这套系统 它并没有弃势这个人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了解 所以在求职这一点上 大家可能会比较贴近一点 对 以求职这块的话 我有个想法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透过过去大量的数据资料 去训练出来的 就是AI它可能 它的判断 它的判断是来自于过去的资料 所以其实这变相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过去收集的资料 其实是 启示成分比较重的吗 就是 就是过去的资料 就是比如说 以国外来讲 可能 他觉得白人的 可能录取者比较多或什么 他以这个可能来判断 然后或者是说 以什么东西来判断 那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变成AI之后 这件事情反而更可控 我举例来讲就是说 那如果他 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请他不要放照片 然后拿掉种族 就是你只有姓名或什么的话 有些就是可能他比较不好去判断男女 就是他可以透过比如说 因为前面有提到 就是他可能要输入一个机器 可以判断的格式 那如果我们可能一开始在这格式的制定上 就特别针对这些点来去设计 就是说 可能先提醒大家 就是说可能你可以不要特别去谈到你的性别 或者是说 你不要去特别谈到你的种族 那我们也不会去采用你的照片 然后也不需要填写你的种族 那单纯可能就就你的能力 资力 精力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技能来去判断你 会不会被第一关刷掉 虽然我们知道其实到后面 其实还是会面对人 但是会不会其实前面的这些判断 可能更好的去做出人才 可能比真人还更好去做出人才筛选 因为过去可能真人在判断的时候 他可能所谓 比如说他用视觉判断或什么的 以台湾来讲 可能我们都会放照片 那其实很明确的就知道 某一些职务 比如说业务 或者是一些可能服务人员 然后面对低线人员 可能大家可能会在意他们的 可能外貌 那也许可能是 对就是这 我觉得会不会AI反而是改善这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听下来 感觉他反而 因为可能更 某种程度你说更死板吗 就是你可能可以让他 就是针对某一个去筛选 那他可能比如说 第一瞬间筛选的面试 他可能更可以说去 让大家说 我其实可能 让你可能不要在意这些东西 然后他可能可以更针对说 这个人的能力的部分 然后去挑选到更适合的 没有刚刚听下来的感想 感觉反而是 他反而会不会是 某种程度可能 不会像人那样子有偏见 因为其实前面提到的那个法律 我刚刚其实也想到类似的 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常常都会讲 就是有时候在 比如说某些判决 就是因为我也不是相关 但是可能会看到大家 在谈某些判决的时候 就会说 为什么他这个法官可能这样子判 然后这个法官可能这样子判 那会不会会觉得说 他好像有他自己的 就是私心吗 或者是说 可能他从他的角度去判断 会不会不公平 就是如果 因为大家在讲公平这件事情 如果你把他拉到一个 独立的人的法官 他好像跟AI比起来 因为AI好像是 他是统合所有过去的案例 就是就我来看公平 好像机器来讲更公平 就是如果设定好的话 对我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他好像不全然是不好 只是因为变成是讲 就是我们讲 就有人你可能可以担责任 但是如果有AI的话 那到底是谁要去担这个责任 比如说歧视 比如说误判 就是或者是说 这个判决很多人不服 但是他其实是AI判出来的 那我们好像没有一个 所谓可以救责的人 对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刚好可以介入 AI民进化的一个部分 首先 这个争议到底AI 或者是AI来判断 会更公平还是更不公平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点 事实上量刑系统 在美国之所以 会应用的原因 一部分也是因为 美国有些周瓦的人这量 是真的太偏颇了 偏颇到就是大家觉得说 那还不如让AI来做 就后来发现AI做了之后 可能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变相的偏颇 那目前的学界的讨论的话 会认为说 让AI来做 见得比较好的原因 是因为 人固然会有歧视 但是人的歧视是可以透过 不管是教育或者是透过相关的 就是譬如说政策 制度上的处理来加以改变的 譬如说 我们可以透过制度的设计 让法官排除掉一些因素 或者是透过整个法庭程序的设计 让法官在判断的时候 可以避免掉 就是他可能会产生歧视的一些问题 甚至是就是直接去跟这些法官讲 人也不准留歧视 或者是你要避免这样的一个 或是扭转法官的观点 那这个是对于人的部分 但对AI的话 就会很麻烦 那因为对AI的话 这个东西还会扯到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规模化 因为AI的 第一个是 刚刚以求子的案例来说的话 所谓的规模化的歧视 发生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因为这些履历的产生 它会 第一个这个是这些履历的产生 它会一直喂给AI的系统 去喂它 就是喂给它这些相关的回馈 所以等于是说 如果这个履历的系统 本身就有一些偏颇的 其实性存在的时候 它其实很难透过 就是 它其实很难透过一个 就是它的模型 当被训练好了之后 它其实很难像人一样 就是你可以突然的 把这个模型转掉 或突然把这个模型 它扭转成一个 或者是去修补它的歧视 那你唯一能够做的方式 就是你可能要用 同样的资料 然后把里面的 歧视性的资料的部分 拿掉之后 再来重新的训练一遍 或者是你在一开始的 训练的时候 就必须要考量到 可能会有歧视性资料的存在 而在资料的选择上 变得更加的深深 那另外一个点是 事实上 那个研究在关于 求职的歧视的 求职的人工智慧应用 导致的歧视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 一个是 市面上 其实那些求职的模型 它们用的资料 可能都是统一批 或者是非常详尽的资料 因为你也可以 理解到 因为 那些在网络上乱跑的资料 可能比较好取得 大概是南极P资料 然后在安网 或在黑市交易的资料 比较好取得的 大概是南极P资料 那同样的概念 其实也可以套用在 很多不同的 层层式模型 或者是AI模型上 因为你可以 大概也可以知道说 就是 有些资料 它就是保存的特别的严密 有些资料 它就是保存的特别的不严密 比如说台湾人的资料 相较于 瑞士这个国家的资料 可能它的资料 保存的严密程度就有差 所以 那个资料 所以到最后可能 不管 虽然说 看起来是 好几个大型的语言资料 或大型的AI资料 但是AI模型在竞争 但是其实他们可能竞争到之后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背后的资料都是同一批 那他们train出来 产生的结果 可能也不会想象太多 零多就是 细微在参数上的变化而已 那这个是第二个 规模化的概念 那 但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 应该说这么讲好的 就是 当然人会产生偏见 然后人的偏见 其实某种上来讲 也是很恐怖的 但是 我们不太不怕人的 偏见的原因 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是因为 人不太会有 规模化的问题 就是虽然说 大家因为 同样的教育的背景 但是可能会有 因为有不一样的 生理经验 或者是因为 有不一样的一些 际遇的关系 让人可以有一个 比较突然的转变 或者是让人 要能够去 变得更加的开放 更包容 或者是透过制度上的设计 也可以有效的去 避免相关的情况 再度的发生 但是在AI的方面的话 基本上来讲 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AI并不是人 他不会有这些 人生经验的累计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跟这些制度的 扭转有关 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 已经train好的模型 让他一瞬间 从一个种族歧视的人 变成是一个 就是种族中性的人的一个 种族中性的人 这种自动模型的一个方法 当然 如果出现了这个方法的话 可能评价 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但在这个方法出现之前 其实我们很难的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AI造成的规模化的效应 它所带来的歧视的风险 会比人的风险 下来的更大 那会回到 刚刚这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 这样子的规模化的 其实性的风险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会是 在一开始 AI的研发 AI的开发 AI政治上模型的 和资料上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请人帮忙去 做到这件事情 那请人帮忙做到 其实就会是 回归到我刚刚讲到的 你要让利害关系人 去加入决策 现在的 Train的方法是 我资料越多越好 我先不管它资料 里面有哪些部分 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就先把资料 一股脑的塞进去 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果 然后得出来这个结果 可能也没有经过 就是受到歧视 或受到影响的人的 相关的评估 可能就直接把它推出来了 这个其实是目前AI的模型 或AI产品 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同力 那所以才会产生一些笑话 譬如说 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 就是 美国的图片生成模型 它最近很多人 在做这样相关的 图片生成模型的 一个解释性的研究的时候 就会发现 第一个 你如果要图片生成模型 生成执行长 公司执行长的 这个图片的时候 图片生成模型 跑出来 全部都是给你 就是白人男性的执行长 然后老白男的 执行长的图片 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为什么 因为可能像 Tim Cook 或苹果的执行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大公司的执行长 大部分都是由 这些老白男来担任的 所以AI Little男人 跑出这些老白男的资讯 但是他没有办法 想象得到说 目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有色人种 不管是亚裔 非裔 甚至大敌的族群 或者是有女性 甚至是第三性的 不多元性别的人 都可以感染执行长 跟角色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笑话 更好笑或是更有名的 就是之前有人要AI 生成一个白人抢银行的图片 但是当然因为白人抢 因为AI以前 生成抢银行的图片的时候 通常都会是 以有色人种为主 突然是非裔的黑人 或者是拉丁裔的人 作为抢银行 这个图片当中 要抢废的主角 那他要AI 生成一个白人抢银行图片 AI真的给他生成出来 一张白人抢银行图片 但是是一张穿着白色衣服的 黑人抢银行图片 就是这样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得到 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资料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去修正这个片物 或者是厂商AI的开发者 在训练资料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请人去确认说 这个AI生成的结果是怎样 然后他就把这个服务给推出来了 所以要如何让利害关系人 导入到这个AI研发跟制造 甚至是开发 然后乃至于部署到应用 整个模拟流程里面 就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这其实会需要 不管是科技上的工具 或者是制度上的要求 乃至于就是整个AI的产业的人 必须要放下一些 可能以科技研发为优先的一个想法 然后必须要更加的去看重 所谓的利害关系 或看重所谓的多数的 就是意识到说 自己在做的事情 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才有可能去扭转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 当然讲 他们讲到这些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 没有错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特定的情境底下 譬如说如果它是一个 称臣出歧视亚裔的内容的话 那可能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就会变得是一个 可能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 太舒服的一个状况 大概是这样 了解 好 因为我们剩大概就10分钟 所以我想说就是看开放一个好了 就是有没有人想要上来就是聊聊或问问题的 就是可以举手 就是大家下方应该有一个手的图案 然后举手的话就可以邀请你上来 有人有兴趣要聊聊的吗 对于AI伦理的规范 对对对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下结尾 对 好 看起来没有 没关系 那我这边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大家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比较后面进来 或者是部分没有听到的 也没关系 就是我们会上到YouTube跟Podcast 那我会再把这些内容就是分享在LINE社群当中 OK 那这边可能请Peter律师是不是有些东西想要跟大家可能再说明宣传一下 就是你的 对对对 你的计划 就那个问卷 对对对 这个计划可能包含蛮多的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我目前的呢 是因为我的社群专案B台湾在今年7月的时候跟那个英国的智库 他们合作 然后一起争取到了OpenAI的一个Democratic Include 2的AI 就是OpenAI他们其实自己也想要做 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让任何厉害关系人参与到AI研发或AI模型制作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计划 那因为争取到这个计划 所以呢才会有了以下包含说我目前在做的意见升级 还有就是我们在9月24号 就是中秋节的成一周的母班母课后的礼拜天 那大家欢迎就是一起来到泰式大的公馆校区的一个国际会议 我们会在那边准备 就是我们会有下午茶啦 那当然最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整个实体的AI的资讯会议 那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联络各种不同的专家 以及BI关系人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很有趣的聚会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可能在9月26号就是在办完这个活动之后 那我就会前往9月23 然后我去参观参访OpenAI的总部 然后同时也会跟OpenAI的就是相关的员工 以及相关的成员去简报一些我们目前在做的成果 同时也会跟他们做一些相关的交流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我之后也会开一个表单 然后也会把它放在就是AIA教店分享小剧的这个群组 教店分享这个群组里面 这个社群里面 然后让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我帮忙就是来过去美国旧金山 直接的跟OpenAI的员工们 或者是一些我们目前这次参与会议的话 可能还会有他们的创办人跟一级主管在场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想要评问的话 都可以就是填写我之后发布的一个表单 然后不管是大家对于OpenAI的整个 不管是公司会的运作优胜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问题 甚至是对他们目前更加野心勃勃的一个计划 就是所谓的WarCoin的那个计划 如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提供 OK好那感谢大家 那就是之后我们就是皮特律师也可以把就是 比如说之后台式大活动 然后或者是说其他活动可能都可以分享上来 那我们也会再帮忙协助可能分享到更多的社群 或透过电子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也是很重要 因为大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时候 其实也要相对应的去承担它带来的一些风险 或者是说对我们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是同时需要关注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就是活动就到这边 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也感谢皮特律师 谢谢大家 那大家晚安 早点休息 拜拜 对对对 感谢大家 拜拜 感谢你们的收听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有价值 请你帮忙推荐给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一起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想法 也非常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可以透过Podcast平台下的留言 告诉我们 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 让我们一起探索跟分享AI的知识